哈囉各位 最新一期的荒野說說又出來了 那官方這次打算新增的內容還蠻多的喔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 這次更新會有13個免費的禮物跟兩個新的角色 而且其中的一個角色還是免費的喔 先來看一下第一隻新角色 這隻角色叫做敗倫 是一個拿著處杖的一個老頭 官方給他的定位是一隻神話級的輔助角色 他輔助的方式很特別 算是一堆角色的綜合體 那他的攻擊模式跟射手一樣 是射出一個直線的子彈出去 如果集中到敵人的話 會對敵人造成類似烏鴉毒的效果 會固定每秒對敵人扣出一些血量 畫面上看起來呢 滿級是扣每秒560滴喔 總共會毒三次 也就是1680滴的傷害 那如果攻擊是打到隊友的話 則會反過來變成幫隊友補血 補的血量呢 是跟造成的傷害一模一樣喔 大招的話則是會丟向保利的水炊出去 會對範圍內的人造成2100點的傷害 或是回血 那這個範圍呢 我看起來並沒有到很大 所以敗倫這隻角色在大招的命中方面 和自身的血量 可能是會需要去擔心的 那因為是毒傷害的關係 代表敗倫他這隻角色在前期是完全沒有爆發傷害的喔 要爆發傷害呢 一定要靠大招 那他範圍2100點的傷害是真的很痛 而且還同時可以補隊友 真的是一隻超級輔助角 這次的更新出了三個新造型 分別是滴答的冰雪炸彈人 和法蘭克的聖誕怪人 以及格爾的胡桃前兵衛 除了新增這三個新造型之外 還有多新增了幾位角色的拜金造型 那在1月份的時候 官方會推出一個12勝的活動 這次的連勝活動是雙排生死鬥 獎勵呢 會是老鷹的部落勇士造型 再來是部份模式也進行了一些調整 像是搶星模式之後再也不會有平手的情況發生了 地圖中間的星星啊 現在會變成藍色的 如果搶到的話 自己頭上的星星符號會變成多一個藍色的星星符號 那殺掉這個帶藍星的人 可以奪走他的藍星 這個藍星的用途在最後結算的時候 如果雙方的星星數是平手的話 就會根據最後佔有藍星的那方獲勝 那如果開場的藍星是不會取代掉敵人殺掉之後所獲得的星星數量的話 那這樣在之後的開場搶中間的星星效益就會變得沒有像以前這麼重要了 第二個調整的模式是寶石模式 官方把它修改成在中間的礦景 噴完最後一顆寶石後的30秒就會結束遊戲 然後機甲空間戰的部份則是新增了新的地圖場景 然後這次的更新也新增了幾個動態的表情符號 然後還有搶禮物的模式也在這次的更新同時回歸了 那比較重要的一點是賽季的部份呢 從兩個禮拜結算呢 改成4個禮拜 而且賽季結算之後所扣除掉的杯數也變得更少了 這點我不得不說一下喔 現在的杯數跟以前的杯數比起來真的是膨脹的超級多 再來是官方所贈送免費禮物的部份 應該每個玩家在昨天都有先收到官方的聖誕禮物了 那這個禮物官方會持續13天 每天都會是不同的禮物 後面上看起來送的東西應該是比去年送的100金幣還要大方了啦 有造型 超級寶箱 還有這次的第二隻新角色 第二隻新角色叫做愛德加 是一隻史詩角色 他可以從這次官方所贈送的聖誕禮物裡面獲得 但是不確定是哪一天 如果你很可惜沒有在那一天領到的話 就只能從箱子裡面開出來了 上次近戰角色我記得是3月份的假期喔 所以現在是12月了 整整等了9個月啊 那官方他們說 愛德加因為天生血量不高的關係 所以他的攻擊如果集中到敵人的話 是可以幫自己回血的 攻擊的方式跟普利某類似 有隻普利某是打4下 愛德加則是只有打2下 那單下的傷害是750D左右 集中到敵人的話則是可以回自身189點的血量 而且這個回血量因為是天生的關係 所以他打箱子也會回 所以也會受到能量加成的影響 那大招的話也跟普利某一樣 是可以飛一小段距離 只是愛德加的大招並不能對地形造成破壞 還有對敵人造成擊退的效果 至於畫面上可以看到大招跳出去 有一個掃擊的動作 這個我個人猜測是能力之星的效果 因為在前面的畫面 3個能量跟7個能量跳出去所造成的傷害都是1000滴 那剛好能力之星他並不吃能量的加成喔 不過武裝配件也是有可能啦 只是這個機率應該是很低的 因為我個人是不太相信 測試人員會這麼閒 邊開大招又邊按配件 然後去錄影片 而且好像從來沒有在Botalk的新角介紹裡面 出現過武裝配件的部分喔 所以聖菜子跟我大膽斷定呢 這應該是能力之星吧 然後大招跳出去之後 會對自身造成一個短暫的buff效果 這看起來應該是提升自身跑速的效果 就是原本自己大招效果的部分啦 應該啦 這些都是純屬於個人的猜測 中了的話就牛逼 沒中就我傻逼 這次的更新跟去年一樣喔 都是一次新增兩隻新角色出來 只是去年是一隻過強 一隻過弱 就不知道這一次會不會是這樣了喔 這個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我們就過幾天的... 新影片再見吧 掰掰